请收看惠律法师冯雪讲座 那么我们现在很多人他不懂得佛法 可是他觉得外面的外层很累人 很累人很吵 有一个美国人他是台湾的女婿 娶台湾的老婆 那这个美国人住在这个城市里面 他跟他太太讲说 台湾的城市太差 生活很辛苦空气不好 结果他怎么样 他去山上买了两三分地 小小的山上一点点的土地 全部都自己住在上面 没有水没有电 他自己用发电机 然后小小地两分地自己耕种 他在那里自得其乐 他离开了动 动态的 进入山上的径 他说这里很好 空气不污染 很好 结果他就自己一个人 老婆受不了 儿子跟老婆都住在城市 儿子跟老婆 记者问他就是 你为什么不接你老婆来住 他说我有接到好几次 他住不下来 我说山下很好 他说山上太近受不了 他远离一动 结果去静的地方 诸位 静仍然是尘 知道吗 为什么 静仍然是尘 他只是一个有声音 一个没有声音而已 动静都是耳朵的尘 他以为跑到山上去 很静很静的时候 就以为解脱了 事实上烦恼还是在 离开动 静 动是动成 静还是成 渐性 渐性动还是不动 静还是不动 为什么 他透视 动态本空 静态还是本空 无关于 路路不动的心性 无关于尘 这个就是功夫 所以很多人 认为城市太潮 避开来 到山上去住 房境比较安静一点 但不是心静 不是心里的静 心里没有充满智慧 你住山上做什么 你说 我关起来 怎么用功 怎么攻 没有悟到 如来藏性 不宜动静取静 了解动是成 静是成 意思就是 你没有大悟 住在城市也是污染 你住到山上 没有人还是污染 被动被动成所污染 被山上的静成所污染 为什么被静成所污染 就没有人 久了就冰堂 没人惯 真的 煮一餐就吃了三四餐 东西快了 错失了 以前去了做早晚课 久了没有人管 师父也不在 山高皇帝言 早晚课也不做 久了以后 自己懒惰 自己以为洒脱 后来下山以后 在这个团体 他活不下来 看这个法师也不习惯 看那个法师也不习惯 住山上 回来变成很奇怪 他自己 其实很有修行 已经出家以后 变成懒惰到 自己不知道 什么都 没有责任感 什么都不扛 他一直认为 他自己就是很洒脱 自己认为 可是经不了人家两句话 他就开始起烦恼 所以自己的习气 自己不知道 因此 在这里你看 以其离相 即以妙真如性 这个可是很重要 眼睛 也离 明相离暗相 耳朵离动 跟镜相 换句话说 眼睛 见明相 如如不动 不贪 见暗相 如如不动 不恐惧 耳朵一动 如如不动 耳朵一山上 净尘 仍然如如不动 鼻子 无论嗅到香 无论嗅到臭 都不起烦恼 如如不动 舌头 尝那个一切的味道 心如如不动 身体的处 苦乐 游戏 等等 都 陆陆不动 一根 一切生 灭 生住一灭的念头 仍然陆陆不动 那个就是佛 所以并不是离开 吵杂的地方 到近的地方 这个就就是修行 这个也是攀岩 另外一种城而已 假设 一切 这就是 感谢观看